刚才讨论的其中一个课题 就是招商银行 这个朋友是叶生 他52元有货 他说还持不持有货 其实他自己长远就看好 看招行股价 现在就低开一成左右 不过好像Thomas所说 对盘前跌得再多些 现在就跌少了 好 你怎样advise他呢? 我觉得可以官网多两至三个交易日 如果他的股价不能够去55元或以上的时候 就变成有个心理准备 主要区间倾向上 都是在50元至55元之间 如果你说作为一个中长线的部署 他一直维持在这个区间里面 我觉得那个影响也不算是很大 但是如果你说纯粹是短线的部署 你看到他一直都上不回55元这些位置 可能沽了货 买入其他股份就会比较适合 嗯 好 对不起 或者取代社你 看看 本日是这颗最好 借克 当夜之一 从 像风 守贸